比赛结束了,可是我还是一忧为尽 看看我的下面的两个女士粉丝 他们还在喝酒庆祝 所以我就加拍了一段 那个小朋友,白人小朋友好像只有三岁不到的样子 还有两岁不到的样子 他们真的太幸福了,这些小朋友 生长在北美 我们估计在中国受的教育是 生长在红旗下,什么长在蜜罐里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他们受的这个教育和他们的运动场所 北美或者包括西方一些发达 真的他们是生长在蜜罐里面 这种蜜罐呢,它是一种运动,是一种教育式的成长 不是说过着衣来伸手 放来张口的生活 所以我对我们中国的独生子女 包括我的女儿 他们过的那种所谓的蜜罐里的生活 真的在这边有很大的差别 我刚才说的中国的那些落后的教育方法 包括我自己的家庭 真的 把自己 家长啊,最后把自己都害了 虽然我反对这种教育方法 但是我属于那种 放弃 就是逃避的方法 可是我最终还是逃避不了 这种逆子等于杀子 或者说等于杀父 这种结果 是吧,今天复兴节 在这发一个感触 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千万千万不要走中国独生子女 那种一半以上的教育方法 我感觉是一半以上 就是 六个大人 为一个孩子吃饭 我真是亲身体会 哪六个大人呢 独生子女的爸爸妈妈 独生子女的妈妈的爸爸妈妈 独生子女的爸爸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六个大人 当时真是 很多家庭都是为了 这一个独生子女 真是采取的这个方法 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 所以来到了西方国家 或者说北美 我现在在的是加拿大文革华 他们的 培养子女的方法 跟中国的大多数家庭的培养方法 完全不同 过去我们讲西方发达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 发达在什么地方 过去我们讲电灯电话 楼上楼下 是吧 就讲别墅了 出门就是开车了 过去我们就以为 西方发达国家的 饮食也是每天大鱼大肉了 其实根本就不是 压根就不是 他们吃的特别简单 我看那个经常在 我在路边上给大家拍视频 他们的快餐店 就像我们中国的快餐店一样的 哎呀他们吃的简单的 简直是 就是一盘 这个女生为了减肥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们就吃一盘 我们叫不上名来的蔬菜叶子 小小的 绿绿的 当然还有紫色 还有红色什么这样的蔬菜叶子 里边放了几个面包渣子 还不是整片整片的面包 吃整片整片面包 抹点那个黄油啊 叫什么 哎呀我不知道哈 这个西餐有些名字 我学了半天也学不会 他们的生活 真是健康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 真是运动 是吧 的生活 什么生命在于运动的生活 是吧 这就是西方国家发达的地方 他们发达在运动 是吧 现在我在运动场馆里头 他们发达在运动 当然了他们的设施 都是几十年前 甚至上百年前 就有 就有这个意识 就有这个设施了 是吧 所以啊 我们 现在大 好多中国人愿意出来学习 其实不是学他们的高楼大厦 有多高 他们的房子是不是富力弹簧 而是学习他们的 人生的一个文化 人活在这个地球上 应该怎么活着 才健康 才能多活 活的时间长 是吧 其实咱们中国过去 困在六十年代之前吧 也有一些活得很长的 他们就是 饮食靠饿 他不是想饿 他是生命靠饿 那是没饭吃 这个刚才说 生命在于运动 他们运动就是下地做农活 两朝黄土 背朝天 这种生活方式 也是很多人得到了长寿 在咱们中国过去的年代 是吧 好吧 讲一讲我们中西文化的不同 教育方法 主要是啊 再一个就是说 那个生活的 文化不同 是吧 补充一点 教育方法呢 在西方发达国家呢 我亲眼看见 在北美这边 家长基本上 18岁以后 19岁 18岁 19岁的 子女 基本上 学生的贷款 就是能还也不 家长能付也不 也不付 都是自己 毕业完了以后 自己付 呃 参加工作了 特别是 家里有房子 很大的house 几千尺 平方英尺 这边都叫啊 呃 也是自己到自己工作的地方去租房子 自己租车 或者买车 什么都是自己吧 呃 18 9岁以后 不管男生 女生 呃 我讲的是大多数啊 不是绝对的 少部分也有 像我们中国人这样 在 父母亲家里 住的 赖着不走的 父母亲不让走的 是吧 要要包养到 三四十岁 生了孩子 才让 才让出门的 这样的 甚至是 给他买了房子 才让出门的 是吧 这个很大的不同 这种教育方法 这样使得 西方 发达国家 他们的科技 为什么先进 就是在于他们的 教育方法先进 好吧 有喜欢我视频的 或者 喜欢我 离了婚姻后 找女朋友的女生 加我的微信 TJW2003 微信号 TJW2003 微信号